《明報》將於星期日起停刊專輯漫畫 今天在《明報》Emily版專輯漫畫 以公共圖書館和下架書店為背景 漫畫右側的建築上可見招牌寫著公共圖書四個字 第五個字指露出小部分 建築內只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好像在休息 左側的建築即是下架書店 內裡有不少人在看書和購書 而該漫畫刊出前的一天 有傳媒發現公共圖書館下架所有專紙的相關作品 大紀元記者透過香港公共圖書館、圖書館目錄搜尋專紙 結果顯示沒有符合的檢索結果 賀文署回覆《大紀元》查詢時稱 會不時檢視及註銷不符合管藏發展的書籍 涉嫌內容可能違反國家安全或香港法律的書籍 都會立即下架以作檢視 至於今天同樣是專紙創作《明報》世紀版《麥議員漫畫》中 有兩個人討論立法會行政賞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其中一個人說 不好了新款的互動交流答問會新環節 是特首反過來問我們的 萬一他又業問上身 問得我們啞口無言怎麼辦呢? 另一個人就回應指有秘密武器查GPT 問什麼都可以即時提供答案 只要照讀即可 達成縱 2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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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